从一个人的志向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命运 若是一个人的眉间长智 这是一种大吉的志向 这种人能够有很好的事业运 他们能够得到领导的重视 即使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身边也常有贵人来相助 所以这种人机遇比较好 总是能够把握先机 这种人适合自己投资 若自己开一家公司 可能会发家支付 成为商业界的成功人士 所以这种人的好运和财运 都会慢慢的积累 越来越富有 这种人属于一种越老越有钱的人 头顶中间有志 如果一个人的头顶中间长智 这是一种聪慧的象征 这种人平常做事有头脑 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这种人从小就是班里的学霸 所以他们能力比较强 在公司中能够有充足的展现能力 这种人一生事业比较顺利 不会经历几次困难 在中年的时候 这种人的好运和财运 通通都能够展现出来 这种人在从小的时候就能够成就一番大业 能够获得贵人的相助 太阳穴长智 这种志向象征着一个人 若是出远门的话 可能会有发大财的运气 这个地方长智的人适合去远方打拼 若是在自己的小地方工作 可能没有大的施展 若是去大城市发展 在途中能够获得好的机遇 结识一生中对自己受益终生的朋友 在大城市中能够展露头角 充会发挥自己的能力 这种人能力很强 在公司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 所以会稳步高升 最终能够判登高职 一定能够挣到许多钱 下巴长智 在面向中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智 这代表着这个人的不动产比较多 这种人生下来就能够继承家中的房产 不动产比较丰厚 所以这种人在老的时候仍然有钱 这种人生下来有车有房 自己的家庭条件比较好 而且这种人的生活质量比较高 经常出去吃喝玩乐 但是自己也有规划能够合理的利用钱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影 关注我和我一起传承祖辈文